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视频部分的鸡是由养殖场饲料喂养的 而养鸡场里的鸡一般是一个月到45天的时间 就被养成并出售 想想这样的鸡质感口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 而我们吃到的鸡肉估计大多数都会是这种的吧 如果可以让鸡开心的成长 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吧 再早一些的时候就有一位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学者史都华提出 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虚拟湿井装置 赋予饲料鸡第二次生命 随后这个构想便落地计划 并由一家名为Second的Leave Dog的美国公司接受 他们决定为鸡研究一副VR眼镜 为他们打造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 想想鸡宝宝们是不是也很幸福呢 给鸡戴上VR眼镜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人类为他们预设的虚拟时间中去 鸡宝宝们可以自由地奔跑运动 并且还可以晒太阳 为了排解鸡的寂寞 在虚拟世界中还会为他们设置小伙伴 在这个世界里 他们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与VR眼镜匹配的养殖容器里 还装有感应系统 感应到他们想要进食或喝水的时候 会有时和自动送到他们的身边 虽说是欺骗了鸡宝宝们的感情 但是能够开心地走完 也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吧 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